各位好啊 给大家扯扯八卦啊 扯扯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床地八卦 这两天很多个国内的朋友在议论啊 微信微博都在议论 而且没人管 挺有意思的 说一个中共史上最美的这个公务员案 叫戴路 哎呦 这个名字也蛮有意思的啊 一女孩 一下子就在全国都走红 人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了啊 有图有真相 而且不仅仅是有图片还有视频 视频不仅仅是有生活的视频 当领导的视频 公务员嘛 是什么什么招商局的什么商商业局 什么局的一个副局长 应该是个副处级的一个女孩 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啊 能当到副处级挺牛的啊 这个妹妹呢也是啊太漂亮了 哎呀我看了一下 脸蛋吧 因为长期在这个公务员的系统啊 在官场混吧 就搞得有点政治正确 有点江青 有点党代表的味道啊 其实如果稍微风浅点 应该是非常的有这个继绿范儿的 但是呢 他看上去不像一个风尘女子 像一个党的 像一个党委书记啊 但是呢依然掩饰不住啊 动人的姿色啊 带怒 而且有视频啊 这个跟他们那个地方的市里面的 是什么市啊 一个市里面的副市长 两个人滚床单 然后的全程有录像 哎呦喂 那个戴小姐 戴怒戴局长 说实话啊 我从一个私密密的 这么一个男人的角度看啊 他那张脸吧 看完了以后 没什么太多想法 因为太正确了 知道吧 可能是打扮那么低 还是怎么低啊 还是特别故意摆出一副 这个党委书记的架势 因为我们都知道 女性一旦进入中共的官场 你再漂亮的姑娘 你最后都搞得 居然是没有欲望 是不是 你像那个华春莹 华春莹年轻的时候可好看了 像个日本的少女 是吧 年纪大了以后 你说她年纪也不是特别大 应该还是许亮半岛 风云游存 但是就是让人一点想法都没有 你看人家国外的那些个五六十岁的女的 你像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超级美女 叫什么来着 演那个什么西西里的传说 她年纪也大了 但你看见她 你心里就有想法 是不是 这是真的 你看还有些个电影明星 她就是这样 为什么呀 如果她当官的话 尤其是进入共产党的官场的话 就把你的人性 身处的那些个美丽的东西 她就给她格式化了 你就变成那个臭不要脸的共产党的官员了 所以看带路的那个脸蛋 真的没什么太多想法 但是我后来我这也是好奇心太重了 也是臭不要脸 你抱着一个看毛片的心态 就看这个带路老师和这个副市长的 这个两个人在沙发上的那种大战三百回合的镜头 我们的戴老师呢 没有穿衣服 又那身材那皮肤那简直了 我跟你说 没有男人能够在他面前能够把持得住 绝对的鼻血碰了一下 就是真是叫做这个叫做李白老师怎么说的 什么就是飞牛之下三千只 一时银和落九天 绝对就有什么厉害 当场就金进人亡 什么什么什么西门信 那相比之下啥也不是 习近平就根本不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带路老师的身材那绝对是没得说 而且他身材因为中国女孩子身材有个致命的缺点嘛 就是就是从腰线到这个臀部啊 他太平 他不像西方的白人和黑人 他有曲线太平平板是吧 但是这个带路老师挺好 这个东方人呢 为什么他会有曲线呢 就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那就是天身身身身身身身的好 不一样 第二就是腿比较短 腿短那屁股就出来了 但是带路老师的屁股并不短 这个腿并不短 所以真是有我 唉 说了这么多 我也讲点严肃性的话题 我们说八卦的题目啊 就当然了全国人民都在围观嘛 这么这么香艳的视频 谁不看谁傻瓜是不是 我是不装X的啊 不装X 因为你就是个人 你可以说你学习近平之国理人的思想学的好 你也可以学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 万万隐为首念的好天天念是吧 你也可以修佛修的好 你也可以当基督徒当的好 都好 你们都很好 我也很好 但是架不住一旦人陷入一种情景理性 什么是情景理性呢 你用身经的话就是陷入到试探之中 就是有巨大的诱惑摆在你的面前 它已经来到你的面前 你这个时候还跟我装X 就只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你就很假 是不是你还不是大的方法承认你 你就受不了这个诱惑 就像我们说过 为什么西方人会有限制呢 限制就是让你当官的面对诱惑 你不要那个什么 限制就是让你当官的公务员远离诱惑 让把你和诱惑之间砌一道墙 让你根本就够不着 看着看不见 是吧 就要监督嘛 我说过无数次的啊 你一男的 你把戴隆老师这么漂亮的功力 然后他不穿衣服在你的面前晃了晃去 你不动心 你不仪式迎合露九天 你开玩笑 你高估自己是管你是谁 是不是 天使你也把持不住 你不要装 所以有很多基督徒特别装 是吧装什么呢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做到不跟戴隆老师有一腿 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我根本不跟你进一个房间 是吧 我在你的门口 在路上马路上 我就对不起我有事我走了 这是可以的 只要你进了那个房间 只要你和戴隆老师进了哪堵墙 哪层薄纱 通商宽衣 宽衣下来了 你就没戏 这个东西 钱也是 你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亿美金 完了以后你跟我说 这个钱你可以随便拿走的 没关系的 你摸一摸这钱好舒服呀 你问我拿不拿 我不拿 我是个傻瓜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戴隆老师 现在就成为中共的一个 一个政坛的一个八卦明星啊 迅速就走红全国 老百姓呢就集体围观 这个姑娘的美妙的身材啊 那场面呢 我称之为叫做很自信 是吧 很刺激 而且还很有创新啊 各种体位 各种姿势都有 这共产党的公务员 他就是你看到没有 他一方面就是说一对特别好听的 戴隆老师 在当局长指导工作的时候 那被共产党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被习主席的指示 当相个领导 那绝对是举止大方 衣着得体 威威到来 具有共产党的迷人的光芒 是不是 但是一进了门 一跟这个副市长在一起 一通商一宽衣 你看那个架势 那个叫声 那绝对是 哎呀 赛过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女高音 我跟你讲 真不错 真不错 所以呢 你既然敢这么干这么假 所以大家就围观 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喜欢看这个东西呢 不是说你起 不是说看你怎么看毛片 网上毛片多了去了 推特上的毛片多了去了 你有多好看吗 那不好看是不是 而且你是远的这个镜头没有特写 想看关键的部位看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恨共产党的假 人呐 人间社会 我说了 人类社会最大的邪恶就是伪善 就是假不假事 是吧 就像细胞子 吃在香山 日在食谱 一辈子不知道干了多少女人 吃了多少私生子 但是有人写了一本书 他就宁愿把一个城市 把香港东方支柱给毁掉 这叫什么 这叫假 这叫伪善 最恶心 你说是不是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副市长也是 人模人样的 私立下和你的下屋 搞得这么热火朝天 灰寒如玉 这叫假 但是我说实话 我那有点连相惜欲的 我觉得你一个漂亮姑娘 你进入官场 然后你这么美 身材这么好 是吧 事业性这么发达 你任何一个领导 他都想跟你有一腿 你每天你要面对无数的诱惑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这个带路在跟这个副市长滚床 他之前不知道跟好多人都滚过 是不是 所以他好不容易又结了个婚 而且你婚房 那大红喜子还贴着呢 是不是 两个人还处在新婚蜜月的时候 去跟别人滚 还把这个领导带到自己的房间 新婚房里滚 他已经无所谓了 真的 他完全不当回事 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很过分呢 的确有点过分 忒不想话 但是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觉得他的那个老公也不咋地 丈夫也不咋地 首先第一 你在家里装一个摄像头 而且在婚房里面你几个意思 你是两个人玩毛片呢 还是拍录像呢 这个家庭里面是没有隐私的 按照你一想的夫妻范式 夫妻的风格 应该是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像我们这些老残在基督导 我们就这么认为的 你是我骨中的骨头肉中的肉 是吧 我们俩人要离开父母 两个人成为一体 我们都是一体 我们还为什么要隐私呢 像我跟我老婆就没隐私 任何的银行存款 任何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公开的 我们的手机都只有一个手机 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没有别的可以见过这人的时间 该干嘛就干嘛 所以省好的事儿 所以这个男的就不相信他的丈夫 不相信他的妻子呗 然后拍了录像 你拍了录像也就算了 你就警告你老婆或者离婚算了呗 结果又把这些录像又放到网上 让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来围观 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那好歹是你的妻子好吧 我是不是有点替这个女人说话了 我说我是有点连相细遇的 因为夫妻之间有冲突有矛盾 那毕竟是一家人 有事儿你就好好在家里商量着 完了以后不要在外边撕 你撕个谁看呢 你不是让别人看吗 你出丑吗 没有必要的 这说明 所以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跟很多漂亮的女生说的 就是说第一呢 不到万不得不要去做公务员 第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做演艺明星 知道吧 去当歌手啊 当电影演员啊 那都是一路睡过去的 美国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 你看那个Harris 是不是 那个都是一路睡过去的 睡到副总统的位置 都是一样 因为一个人他一旦拥有公权力 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作恶 因为你没法监督他 是不是 所以你会每一天都面对着各种诱惑 比如说你要当个电影演员 导演要睡你 制片人要睡你 你睡不睡 你不睡你就丧失这个角色 丧失这个角色你就没有事业 你睡不睡白不睡 你反正你不 你不跟他们睡 你要跟别的你的男朋友睡 你男朋友还是个屌丝 睡了也白睡 干嘛呢 是不是做公务员也是 你那么漂亮 从习近平开始人人都想上你 你上不上吧 你不上你就没有深迁的机会 所以还是个诱惑问题 所以人呢 不到万不得已 漂亮姑娘们 我真的建议你们 除非你就耗着一口 是不是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去做公务员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去进入演艺民心 演艺圈 是吧 这个东西是 他的诱惑太大了 就所谓的情景理性 情景理性 这个词也 其实他是在某种意义上 我老是拽下一个词 我一般不拽词的 因为我这节目很低俗 很散俗 就是它是属于这种怒惜法效应 就是魔鬼在随时随地的诱惑你 你在魔鬼诱惑的面前 你是没有任何0.0001的胜算都没有的 你必须成为魔鬼的诱惑的手下败将 怒惜法效应 是不是 所以人家西方人从圣经传统来的 就知道人是经不起诱惑的 所以干脆我就设到 设一堵墙 设十堵墙 把你和诱惑之间把它挡住 让你根本看不见 可是在中国很多人他不是 不是设一堵墙 很多人是故意把这个墙打通 是吧 每天没有诱惑就不能活 像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每天你不是去混吃喝喝堵操 你人是没意义 你还饿 你还见你墙呢 我见你妈的墙呢 是不是开玩笑 就说这么多 谢谢